960这个主语呢是price啊油价动作呢是be expected就是被期望 后面是to be这是个宾部啊咱们之前讲过啊 像expect这样的动词啊包括类似于像sought就think啊think 包括believe show know啊都一样 这些都属于看法类动词表示一个人对于某件事的看法对吧 那这种动词用主动语态的时候身后一定是加宾运总句的不可以带宾部不可以加to do对吧 那如果说他要是用了这个被动语态的时候比如说be expected或者说什么be believed或者be sought这个时候 他身后一定是用to do来当宾部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to do本身他强调这个状态改变 咱们在820题里面讲过啊类似的一个情况大家需要去记住啊 你当语法来背也行啊这种看法类啊表示我的看法这样的动词 做被动的时候一定是用不定是它宾部的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to be higher this year than last 这个then是个连词啊比去年来说等于这里面 他等于把前面的部分给省掉了啊应该是这个price be higher last 这个意思啊那because是原因状态 这里面主语是refinance啊经验者动作是paying就是负了这么多more for oil than the war这里面day war这个day啊会指前refinance对吧 那这个war呢等于是这个up paying的一个过去的进行时啊就是warpaying对吧把后面全省掉了啊然后last year 对不对所以这个省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咱们在866题里面详细的讲过如何去解决比较的问题啊以旦为廉词后面把句子补全啊然后再看那个意思 所以这里面啊a的问题是不大的啊所以a先保留再看b 诸语呢还是价格动作是被期望身后的to rise higher这是个并部啊呃这里面如果你看足够仔细的话啊这个race higher这个higher当这个race的一个这个主补的话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因为race本身已经表示上升了你上升只能更高不能上升的更低吧所以这是重复的啊 但这一点呢其实不太好看那你读的时候可能没注意到没关系后面higher than对吧这肯定要than的那more加than是一个固定的写法啊 加这个over肯定不对啊另外后面的话后面还可以啊because主语是这个refiners动作是负这么多 than they did 这个day还是他那did呢是pay的一个过去时嘛就是pay的对吧啊pay about多少钱对吧这个意思啊好所以b肯定不对啊这个关系有两个问题 再看c选项c的话呢主语是期望啊身后是系动词再往后是个表语啊这是一个不定式的复合结构当表语啊我们讲过这个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也可以看作是不定式的复合结构to do本身是不定式嘛那如果你想给不定式添加额外的主语的话会用这个for somebody来去添 所以这一样道理是for price to be higher对吧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句子其实从语法来说问题不算大啊可以接受 后面的because呢是原因啊因为呢这个refiners are paying这么多more than they did 这里面其实整个的这个句法啊问题不算大但是呢这个c选项它的核心问题啊才是这个不定式 这时候你不能放不定式为什么咱们之前讲过这种动词啊看法的动词你要是做被动语态 原因是因为它可能是一种刻意的啊这种形式而并不是事实所以会放土度来表示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这种状态的改变 而如果你这么写的话就是这个名词是一个什么事就是我期望是什么那期望是什么这个事呢很明显不会影响这个动作发生与否 因为它属于主动情况了纵然说啊这是个名词了但是这个情况也属于是我直接把期望内容说一遍嘛 那等于是我期望后面带编语从句嘛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肯定不能用这个不定式一定是用一个这个从句来表示的啊 所以这是有问题的这个不定是有错所以c不对啊再看4D这个比较难啊这个点学大家能看得出来 再看4DD的话呢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期望啊这里面就是it是个形式诸语啊身后出来整个这个从句这是一个它的主语从句啊这其实可以接受 那因为这就相当于是把这个c后面换成那个从句嘛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这个higher over肯定不对啊因为higher than对吧这是一定的情况啊所以这个4D不对后面都可以啊再看5E5E的话 atis expect that这肯定不对啊被动预态下一定是用todo当它的宾母的不可以放从句了啊 因为被动本身啊就是我们会强调说这个事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动作的一个状态改变所以这肯定是用todo比较合适啊后面都可以接受 所以答案呢应该是A选项这个题呢它比较苛刻的考了你用不定式还是用从句以及这种看法类动词的一个用法啊这个还是有难度的 我现在就会讲到这个词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